好,我们继续啊 然后接着啊,我们能看到这边是这一个主要是在一个文本的地方关键字搜索 所以在这里面呢,关键字搜索啊 我们还是来回顾一下我们之前那一个啊 那接下来看一下啊 我们去到那个目录吧 去到这里 变 好,接着这里面很多东西吧 很多东西有时候你找了 如果你就不知道哪一个命令哪一个命令 那接着我们找找,譬如说我们要找找那个看有没有找谁呢 你可以通过这个ls 本来这些东西借助广大 现在我们再来用 本来这个东西是不是显示到屏幕了 我把它放到广大另外一端取东西取出来 取出来之后是不是我就搜索关键字啊 就要一片 然后接着搜索什么呢 假如说我搜索一个删除命令 接着是搜索这个关键字而已是不是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发现了 我们可以配合这个来用 当然你不一定你这样写也可以 你这样就直接找是找RM也是可以的啊 我是告诉你 配合广道怎么样配合这个就要一批这个命令来用啊 所以这一个就是关键字搜索 但是你要注意一个地方就在于关键字搜索有一个条件是什么条件呢 是不是必须要在我这个文本的地方 我接着才才来一个关键字搜索啊 但是现在有这么一种情况 你发现有时候你找一些文件之后 有些东西太多了 那接着你在这里面找了这东西 有找了这东西太多了 你没分好类 那接着你是不是在这里面你来一个搜索 搜索每个文件 比如说后罪为Doc的 那接着他是不是在这里面就会给你做一些搜索啊 或者是其他哦写错了Doc什么C 是这种就相当于说最后面 他就给你做一些这些关键字 查找某一些文件了 所以说在这里面我们现在要能 学一个命令就类似这一种 但是你要区分开来 这一个是在一个文件地方查找关键字 这一个是在一个旗 在一个硬盘和U盘 在里面查找某一个关键字的文件 明白了吧 两者之间是不一样的 这是在一个文件里面查找某一些关键字 而这一个是干嘛 是在一个硬盘和旗盘 或者是一个U盘里面查找是什么 是查找某一个关键字的文件啊 所以他们之间的区别你要区分开来 好Find这个也同样的 他有很多很多一些用法 我们就会前几种就够了啊 就说有很多的 同样的他你查一下 造成他可以有五六十种的用法都都有 因为这个正常表达是写 可以写的很复杂嘛 好接着看一下 首先关键字是Find的 然后接着在这边你要指定 你要在哪一个地方找 就譬如说我在这边 我要查找的时候 默验的时候 他在这边找 会在什么地方找啊 是在我的D盘啊 你要指定一个路径 好 紧接着在这里面呢 如果你要找的时候 你如果查找某个名字 关键字 你要指定一个杠内嘛 杠内嘛 然后后面呢 你要找什么 你自己要找哪个文件啊 好他就给你找出来了 好我们看一眼再找 我去到用一下这一个 去到这个home 这里 好我找一个 我后面我看一下 Find的 我在什么地方找呢 我在当前路径开始找 那我当前路径是不是就是 这个地方找 找的时候我找什么呢 杠内嘛 我找一个后缀为点C文件的 文件 好看有没有 接着你有没有发现 他是不是会给你都找出来了 首先你您看着 在这边找的时候 原来当前路径有个edu 里面有一个 这个地方有一个 这一个 那接着他会递归把你 只要你当前路径有的 下面递归多少个都给你找出来 前提是 你有传线传线 那接着最终你会发现 我最终是找 那接着你看一眼 在这里 去到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 这一个文件 你等会可以看一下 我在这边有 所以在这里面 他就是一个在你这个路径 查找某个文件 好这一个你怎么来找了 你就可以通过这个find的命令 好紧接着还有别的 还有一些其他 你可以直接来 你除了写这一个 你还可以这么来写啊 你可以直接写这个名字也行啊 这个名字 好我复制一下 这样的话你最终你会发现了 他是直接找了 是直接找这一个 这边也有一个 是不是 那接着这个是不是就准确来查找啊 那接着我们这种是通过通配符来查找啊 好接着这个就找法 那姐姐这个我不讲啊 因为这个是刚才也讲过了 前缀为啥 是不是A到大写字母了吗 后面的我不管了吧 然后接着他还可以这么来找 有时候找了之后你可以通过这一个 怎么来找呢 你可以通过这一个 你在这个目录下面 你找通过大小来找 这边加个选项 你干内蒙通过名字来找 通过这个干size 通过一个大小来找 然后接着如果你写RM代表什么 这个是大写啊 这个M代表是查找 在这个目录里面 只要这个文件是多大的 两兆 那接着就把那我找出来 那姐姐上面这一个 你看着找的时候加号就代表 只要他大于多少 大于两兆了 就给他找出来 那姐姐这个减号代表是 小于两兆了 那姐姐你可以这么来写啊 你写一个干size 我要干嘛 要大于4K要干嘛 小于五兆吧 对不对 我简单给他演示一下 这个好 我看去哪个目录 去一 哦 这个 立不好看一眼 ls-l h 好 你看到现在大部分都有4K和12K了吧 好 现在我4K12K 有70K的 有这一个 那现在我要我要找看着 我在这里面 我怎么找呢 我fire fire的 然后我找什么东西呢 我这边大部分都是一些文件夹啊 是吗 好 接着我不管了 那今天我现在要找 在当前路径 我现在在这里面我找干size 我要大于12K的 了解 大于12K的时候 你看一下 我这个K要在这里面要是什么 它是要小写的 好 好 回到这里 那紧接着 这里是不是我在当前路径找大于12K的一些文件 看有没有 好 好多 好多 里面 好 紧接着 那接着我找一个什么 小于12K的 也好多 他就算了一说 那接着你整一个 有些人整一个这么大一点的吧 大于100兆的 有没有 没有了吧 当时我试一下大于1兆的 看有没有啊 估计也没有啊 哎呦 还有哦 你看到了吗 就是这么一种找法 他会在当前路径里面给你找一些 你就根据你的大小来找啊 还有一个你可以干嘛呢 就传线还没学 后面再来看啊 你还可以跟自己传线 譬如说来个777777 代表每一个都具备一个可读 可写可执行的 所有传线都有 这边加个0啊 我们诗语言第一天就会学 前面加个0代表它是八进字 前面加个0代八进字 所以这个暂且我们知道有这么回事啊 用的多的还是以什么找方便啊 这名字这种啊 所以这个就是fi的啊 好 我等会再来给大家练啊 我们继续啊 所以这一个就是关于一个查找的一个 好紧接着下面 这两个你不一定能用上 但是下面这个你资本上经常用 这几个 而且也不拿 首先一个cp是什么呢 拷贝文件 就是我们的单词哪一个呢 对 copy吧 小写了一个 copy了一个 好 接着这个 目我 就是移动了一个 然后接着这个file 等会再告诉他怎么用 这几个我们可能用的比较多 因为你经常需要拷贝一些 比如有时候我写代码啊 再看啊 好 我们先用一下 去到这个cnd吧 好 接着我把这些删了 好 现在我 我假如说我之前写了一个代码 我以后写代码 我都是有个 这是01 第一个写个hello.c 好 写完了之后 写个howword 好 写完了 那简家写完了之后 假如说下次啊 我要用这个代码啊 但是这个代码 重复率之本上 可以达到百分之八九十 那接着你没必要重新来嘛 那接着你给它拷贝一个cp 然后接着这是圆的 后面写一个 譬如说麦克点c 那接着你看到 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就拷贝了一个啊 那接着我 我是不是就可以在这里面再来做一些改嘛 因为你重复率达到百分之八十 我只需要改它二十就够了吧 所以有时候这样的话就快速来写另外一个代码了嘛 这一个就是一个cp拷贝了嘛 然后接着在这里面拿看啊 我拷贝这一个 好 现在我来做这么一个啊 假如说我现在有一个文件夹 mkdr 然后紧接着 有一个abc吧 好 我去到这个abc 那紧接着我在这边写一个touch 我就不写文件了 随便写了 这些没内容的文件 好 大家看一眼 我在abc的地方 我有多少个文件 三个了吧 那我有三个文件 我现在退出来 那现在我是abc哦 三个文件 我想把这个文件夹拷贝一份叫做CBA可以吧 不是NBA CBA了啊 可不可以 那我就可以这么来做吧 那接着我重命名一下 那接着我来一个cp 然后接着abc 然后后面写一个是不是我写一个文件夹名字啊 如果你这个是文件 他后面拷贝那一个就是文件 如果你这个是文件夹 后面那个就是文件夹 明白了吧 他是会自动来看 那接着我写一个c cBA 回车 不行了 因为你这里面呢 文件夹啊了 还记得我们删除的时候需要加个什么参数啊 有个文件夹 杠啊嘛 那接着我们看一眼 如果我们拷贝文件夹了 你会发现它很像哦 也是要加个啥 杠啊 这边有很多参数 我告诉大家这个 你只需要记得这个杠啊 就拷贝谁 文件夹还有一个杠I呢 就是有提示那种 要杠V啊 有进度 因为你现在就很快嘛 有进度 要紧接着其他的就不用管了 杠F就是没提示 这是类似这个杠I就不用管它了 好 接着我们看一眼啊 那接着在这里 那接着我们的要拷贝是要加个啥 杠什么啊 你看一下 现在有个cBA啊 那我进来 然后接着在这里面呢 进来之后你看一眼 有没有这些东西啊 有了吧 所以在这啊 我把这个给删了啊 你要注意一个地方 拷贝这一个 拷贝文件加了 所以记得别忘了 要加了一个什么参数 杠R那个参数 然后接着其他一些参数 是辅助性的一个什么 需要一些进度的一个 拷贝进度来看 你现在没用啊 你问 你这个为什么没用啊 你拷的是立马 一瞬间就知道了 一瞬间就知道了 好 我拷贝一个大一点的吗 嗯 给你看一下这个吧 cd 好 我拷贝一个cp 我拷贝一个lib 然后拷贝一个lib的时候 我拷贝到什么地方呢 我拷贝到我的home里面 有一个叫做 哦 直接不乱号了 直接拷贝到那个 有一个叫cmd 啊 需要 拷贝到这 也就是说我要把它拷贝到这一个路径 拷贝到这里 需要这个路径 那接着我拷了这里 这么来拷 然后接着 看着啊 我这么来拷了之后啊 我这边没传线啊 可能 那接着我要加个速度 等会在后面再来讲 我要拷这个 我给你演示一下 那接着 我加完之后要密码 因为这个需要传线 不行 那接着应该怎么办 干啊 那你这么拷完之后 你发现要莫名其妙 我卡住了 是不是 那接着这时候怎么办呢 这时候你会发现 因为你这个文件太大了 我把这个删了啊 这边已经拷了一些 看到了吗 你不 干啊 好 无法删除 呃 传线不够 加个啥 对 这边要加速度 我传线不够 好 接着你这样拷不行 那接着这时候 你就能够体会一下 加个V 你看着 加个V就比较好了 比较远性化了 你看到吗 我考了一个过去 它有一个进度了吗 这个就守卫进度了吗 不过一般我也不加 好 你现在明白 这进度有什么用了吧 好 这一个就代表一个进度 其他的 就类似啊 就不讲啊 我这回去来弄 知道 就跟着我的思路 我把这个也删了啊 哦 又传线不够 好 所以在这里面 这一个就是我们的 一个关于拷贝 好 紧接着还有一个关于移动 移动就是我们的一个 把东西移到某一个文件夹 好 接着移动到看一样 移动这一个就比较 简单 它就是这几个 V是进度 I就是有提示 F就是没提示 和那个删除了一个很像啊 好 接着我们看一眼 移动 去到这一个地方 先用电 好 我把这一个移到上指路径 好 MV 麦克点C 我移到什么地方呢 我移到上指路径 我把这一个移到这里 这里的话是不是上指路径就谁啊 Share吧 所以说我在这里面我们去到那个 哪个地方 我还没移啊 好 现在没有这一个 那现在我开始 我这边 是搞 搞错了一个 好 没关系 再来 好 现在来一个 看着啊 我现在Share这个地方 你看到没有 有没有这个麦克点C 没有吧 那接着我在这儿呢 我给它移动 M 然后接着麦克点C 也要点上指路径 回车 接着你看一眼 麦克点C还有吗 没了 那接着你看一下在这儿 这个有了吗 有了吧 所以就这么一种情况 而且啊 就算文件夹移动也是一样的 他不会不需要加哪个参数了 啊 这个不需要 好 接着还有一点 你看着啊 如果你这么来写啊 你在这里面你看一样啊 我把它移回去 我把它移回去 那我移回去怎么移呢 MOV 然后接着叫做麦克点C 我移到是不是CMD啊 那个文件夹啊 你移了之后 你可以给它指定一个名字 你就像你说 把这一个移到当前路径 这个CMD 然后接着这个名字把它改为什么 AA点C回称 好 你LS一下 麦克有吗 没了吧 那接着我们回到这 有没有 所以说有时候你这一个除了移动 它可以也经常用一种用法就改名 怎么改名呢 看着 AA点C改为麦克点C 你本来在这里面移到这里面是给它改名 改为啥 麦克点C 因为你这个路径是同一个嘛 好 回车 看一眼 是不是就变了 所以在这里面要注意 如果是同一值目录 你这么移的话 最终可以通过这种方法给它改名 你改完之后不就变成这个名字吗 好 移动的时候是可以改名的 移动的时候是可以改名的 好 这是关于移动 你要接着等会自己再练 我把这个讲完就再让它练 还有个file 这个有什么用的呢 这个主要是在Linux的地方呢 不太注重那个文件的后缀 而有一些大部分都不注重的 这什么意思 你看一下我们Windows的地方 你只板上零看着 假如说这个后缀为Dock 就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是不是一个Word文件 如果后缀为谁 Test就知道它是一个普通文本文件了吧 你可以通过后缀来看了吧 好 现在我给大家演示一个东西啊 我后面会学的一个编译 然后接着我写个杠 来一个Hello 好 接着点写杠 我这个Hello是可以运行 就HelloWord的 后面会学的一个 好 我又写一个 写一个什么东西呢 在这里面的话 我这么来写了 这个叫Hello 好我再写一个叫做 我直接用这个写吧 我把这个V V 啊 这个 VIT Texter 然后接着来一个后面写一个Word吧 好 写 A B C 保存一下 好 我接着我稍微给你改一下 我把你改 把你改一下 谢谢 Mod 777 我把谁给改了 Word给改了 好 现在我把无关紧要了 我先删了啊 清华点C ABC Tek 好 那接着你写一个其他的 出问题找不到命令 原因在于这个就是一个普通文本文件了吗 那接着你怎么区分呢 那接着我可以这么区分呢 怎么区分呢 你可以试一下这种 一种方法你可以这么来打开 DIT 你打开一下 乱码了 乱码了说明什么问题呢 是不是可知情程序啊 程序才是乱码了吧 那接着这个是乱码 好 接着你可以另外一个打开 打开谁 Word 那就发现 哦 原来这是文本文件 因为他在这儿啊 他有时候就不会一定要写某一个后绝 他不一定的 但是这样来查看是很麻烦 所以他提供了一个命令 叫做什么呢 File 你直接写 他就告诉你 这一个文件属于什么类型 他会给我说 哦 原来你是64位的可知情 那接着你再看另外一个 其他的一个Word 哦 原来你这个是一个普通文本文件 所以说有时候这个命令 有时候因为你不知道它是可知情程序 还是一个普通文文本文件呢 这时候你就可以借助这命令 快速来查看一下 他有一些上映一个说明了嘛 好 还有一些其他的 他他都有一个区分的 譬如说你建一个 1.c 好 当然你这个一看就能看出来嘛 我给你改个名字 你可能看不出来 紧接着假如说 你这么来写的话 你在这里面再写一个 file 好 1.c enter 因为你里面没内容 他就查不了了 但是你如果你在里面写一些东西啊 好 我在这里面啊 我写一个 哦 不是 好 我这么写完 我看一下回销 那接着你再来 他会收到一个是什么 你是诗语言的 元旦嘛 是不是 所以你就根据这一个就能看 因为有些后缀 你是可以骗人的嘛 你这一个 所以这个file就查看你这个文件 属于什么样一种类型 对LA 是